我是阅读人 如果你想透过卖产品或卖服务 创造属于你的财富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有效把东西卖出去 在开始分享之前 请先留一分钟给我 保证马上让你受用的五大诀窍 分别是运用意志力 创造暗示 旧习惯堆叠 小事开始 赌信坚强 这五大招 一定能够帮助你把东西变得好好卖 读一本书宿命教自由选择的错觉 他提到了行销关键不是卖产品 而是卖习惯 我们想要中断顾客原有的习惯 多数时候只会做白工而已 所以因此要把行销跟习惯连接 有以下几点可以切入 第一点就是意志力薄弱的时刻 例如傍晚 这时候人通常精神最为疲累 最容易被说服 而另外一个疲累时间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Blue Monday 周一当大量资讯来到 大量开会来到 人们的判断思考力就会比较差 好那第二点是创造暗示来触发 好例如 好听到这音乐 你会想到麦当劳 或者透过咖啡香气 或甜点香气吸引人们肚子饿 当然也包括透过广告口号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进而让人印象深刻 那第三个方法是 透过旧习惯堆叠新习惯 例如先盖盖子再冲马桶 盖盖子是新习惯 冲马桶是旧习惯 而盖盖子是为了避免污染的水汽喷溅 所以透过旧习惯堆叠新习惯 保持良好卫生 那第四招是 从小事开始尝试 例如两分钟效应 我可以耽误你两分钟吗 多数人们在透过别人问卷时 两分钟都是可承担的 一个小小要求 人们就会试着尝试看看 那第五点是 利用不确定的报酬效应 好 台湾人啊 赌性坚强 通常抽奖啊 或像娃娃机类型的 总是很容易陷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运用 刚刚所分享这五招 意志力 创造暗示 旧习惯堆叠 小事开始 以及赌性坚强 让你的东西变得好好卖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